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过这一天的吧 哎呀 今晚就是平安夜了 听说今天表现很好的会有礼物呢 我今天要出去野餐 登登 走了 就是这里了 放上我的毯子 还有好多小零食 拿出我的小叉子 今天我带来了最爱吃的大白兔餐盒 嗯 先来吃一个大饭团 再来吃一个雪糕 哎呀 这个雪糕好好吃啊 再来一块 嘿嘿 这里有一个巧克力 我今天只吃一颗就一颗哦 嗯 今天还带了奶油 这个味道可棒啊 哦 再来一口 哦 我一口就吃光了 我们看 这里还有果冻 快来吃掉吧 先吃一大口 哦 再来一口草味的 嗯 好好吃啊 再吃最后一口 我吃饱了 哎呀 我的嘴巴脏了 得去拿点纸巾 打开盒子 把嘴巴擦干净 噢 原来我的裙子也脏掉了 那我去换一套衣服吧 叮 小朋友们 我的新衣服漂亮吗 不过我可不能再弄脏了 要戴上小雷灯 对了 吃完饭要把这些全部都收好 这样才是好宝宝哦 我要收拾我的小桌子 收拾好了 回家啦 我要准备脱鞋子睡觉了 还有袜子 盖上我的小被子吧 右边 左边 下面 好暖和 进被窝了 哦 今晚会收到礼物的吧 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平安夜 李璐会收到什么礼物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